LINK的後箱有 大 寬 屏 我們在裡面擺起POSE 我們有大腸腿 不准吐槽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最近我們頻道有一支影片 非常的火 有多火呢 火到那一上架之後呢 多年不見的朋友突然聯絡我 還有路友也來敲我 他們不約得同時說 欸 你去台南試車怎麼沒救我們 我想說發生什麼事 我在工作你們要來玩 只是一看 這車呢果然是會讓人有無限 玩樂享受生活的想像 欸 我這麼用感情 看到今天開場我們就在戶外 代表廖寅廷還是使命必達 用感情的結果 請大家SUPER SNOW SHOW在下面好不好 訂閱鍵按下去 從20萬訂閱喔 來 使命必達廖寅廷 今天又帶大家一起來看看這一台 新世代的金格也跟過去不一樣囉 有什麼不一樣 嗨 這是我 路友的路友的路友 遠方路友 嗨 上次我影片上 你就明明看了 敲碗說要跟要跟 對啊 那你今天工具只帶這樣子而已 當然沒有啊 還有在車上啊 我也不怕好不好 先跟你說 我這一台金格啊 跟之前那個啊 徹底的不一樣 滿滿的休旅味喔 但是呢 因為我覺得 東西很多啊 臨時又沒有的又不高興 所以你東西都帶得很齊全 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我就幫你選的是五人座 那如果你家裡人口數多 七人座也是不錯的選項 可後面放的空間 就會稍微比五人座還少一點點喔 各有各的好處啦 五人座呢 其實有三個規格可以選擇 入門的部分呢 它是標誌版 那中間規格其實配備也還滿不錯的喔 它是豪華版 頂規就是旗艦版 我們今天這一台 你要看你的ZINGLE是不是頂規呢 其實很簡單 就從它這裡 正前方的水箱護照 只要是黑色 鋼琴烤漆 它就是五人座的旗艦版 如果這地方面鍍鉻 它就是七人座的旗艦版 入門的那個樣貌 也很休旅車的感覺啊 所以其實它有一些穿插在上面 那重點是我在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很圓很可愛的霧燈 一大塊色塊把它包起來 這個頭的地方呢 整合了日行燈 所以其實這車子啊 頗有人性的 知道你開車的人要用的是什麼 所以基本上都給你 欸你看到它外型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跟以前好像差蠻多的耶 以前就很像很剛硬的感覺 對 然後很像商用車的 對啊 我特別幫你選了 好野黃 好野黃 答對了 太好了 買了就覺得招財對不對 對 這黃色我覺得也還蠻亮眼 再來再來 你看車身 因為你很狠耶 你每次跑那個很特殊的營區有沒有 防掛在這你就不用怕 我是五人座 又是旗艦 所以我配的是17吋的鋼琴 鋼琴也很好看 兩個顏色 如果有些人會有一些經濟的考量 他覺得這車可能要開個十年 要換輪胎 他覺得17吋可能成本高的話 買這個中間規格或入門規格 他是配15吋的 然後你換起門胎就會便宜一點點 可是其實我覺得還好沒有差太多 正常使用下 我覺得17吋的胎 其實附帶也沒到太大 還不錯 然後在這個地方 他的防刮一樣有做 上次我們真的拍很多的規格 讓大家看 因為這次的Zinger 他還蠻符合年輕路由們 喜歡出去玩的朋友們 他有一些選配的套件 專屬的套件讓你選啊 像我今天這個 就比較樸素一點點 就是防刮 讓你盡情的去吞 我不怕髒 但你可以選那個專屬套件 他旁邊會有一個車側的踏板 有沒有那種冰姿儒格 就會有一個踏板 然後後面呢 黑色的尾翼 看起來就像一台RV 那我今天這個周邊就比較簡單 前面雙前座的就是雪山 它是專屬LED不鏽鋼的踏板 後座打開來 這大塊的 我給你玉山 然後後面這就是北大武山 這也是不鏽鋼防刮的飾板 所以我們是要開這台去北大武山 有本事我們就去玉山好不好 你不覺得它的車側線條也不單調喔 其實你看它這個圓弧 這輪弧上面 一整個很凹的一個線條 這裡燈 好可愛喔 意圖使人入坑 然後人間格字樣在這裡 再配上北大武山 我給大家一個關鍵字叫做大寬坪 你看它的車廂有沒有很大 真的蠻大的耶 平衡方便耶 你有測速過嗎 有啊有啊 那日子還好嗎 就是有一點小擁擠 半個身就到另外一邊 對沒錯 然後它的椅子也是千變萬化的 符合我們多變的美女性格 它的第二排椅子可以往前疊疊樂 就往前折疊 它創造更大的空間 就可以放床墊進去 2015升床墊可以耶 可是這還不是我的最主要目的 因為當我呢 把它的第一排跟第二排的椅子 全部往後躺 然後第一排頭枕拔掉 它就會變得全部都有點像癢的 可是我把氣墊床放上去之後 反而我們上去睡啊 會覺得後面頭枕的高度 像是我們家裡有沙發床可以靠著 那很方便喔 然後如果你平常是載東西的話呢 因為它有六四分離 所以它的第二排椅子啊 其實有13段前後滑動的設計喔 它有195mm前後伸縮的空間 今天我自己也有帶東西 等一下還有攝影器材 你帶了什麼東西 我帶了平常露營會用的東西 然後把它放上來囉 來人啊 我們小鮮肉們一起上來 把東西放上來囉 哇 你東西很重耶 救命啊 你在帶什麼 金銀珠寶 枕頭啊 窗啊 椅子 這食材 喔喔喔喔喔喔喔 好料的耶 你真的太小看Zinger了啦 你還可以帶更多東西耶 真的耶 你看空間還有啊 那裡還有耶 那裡也還有空耶 只好再多買一些設備 對 只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拆去露營用品店 好 而且你看它尾門的手板啊 不在這裡喔 在這裡 向下移了 它有個好處就是門板大嘛 我就更好施力啦 很輕鬆耶 這個設計 有用感情 有動腦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但是我已經預約好營區了 我們現在就是輕輕鬆鬆的去 好好玩一頓好不好 把它關起來 帶你出去玩啦 走 我跟你說喔 Zinger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樣了 我上次試車啊 你就傳訊息給我 我就跟你講喔 起步很輕快 但是當你呢 重腳一點點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力道給的是很即時的 那原因就是因為它給的好料 ZF八速自排 八速是很有誠意的喔 就是你在加速的時候啊 它換檔間接是非常非常快 它來得很快對不對 很快耶 你看我們兩個不是常常都很喜歡 遊山玩水啊 然後去一些秘境啊 因為如果不挑戰秘境 我們拍的完美照就沒人要看了 對 因為有時候上山其實 真的比較踩滿大力的 它那個加速感 我覺得滿實在的 因為有一些休旅車它是搭配CVT 那是特質也沒什麼對錯 但是CVT它就會有一點點的頓挫喔 而且它的馬力是172匹的馬力 扭力還有26.4公斤棉 那有個重點它搭了一個正式鏈條 換檔更順 起步更快 然後扭力動力來得更即時 重點是高速呢可以更省油 有一些車是正式皮帶 皮帶就是用久了皮會鬆喔 鏈條基本上不太會壞 就是使用黏線就更久 你剛剛跟我說我們要重視CP值對不對 對 這一條就省下來 一進來看到正前方10.25寸的 全數位儀錶板 我這台頂規的 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雖然它不是這種全數位的 雙環式的 可是入門的也很漂亮啊 然後右邊這裡觸控螢幕 而且啊你不覺得ZINGER 不只跟以前ZINGER不一樣喔 現在ZINGER跟很多的車也不一樣 你看它有好多其他車看不到的東西 發現有一個掛鉤耶 然後它放在這裡對不對 對 你才看我這台車有多少個製杯架 八個吧 八個我跟你講 正常一點是差不多八個吧 有一個最厲害的就是它在左後側那裡 坐在後側箱欣賞風景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盤幅真的是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們其實看起來是輕鬆啦 你如果在山上啊指向性是太激進的那種指向性發來 我覺得會危險 而且如果我們去露營的時候會載很多貨 那如果方向盤輕就會很棒 對你就其實看起來是滿輕鬆的 真的不一定要跟之前的那個比喔 就是有一些不同設定的休旅車比的話 你會發現它其實中間這邊的設定也還滿有質感的 那因為我又是頂規啦 東西就會給到更好更滿啊 對 所以它這裡都還黑色鋼琴烤漆 也不會覺得很簡陋 就很剛好 因為要前往營地嘛 嗯 那有時候回程很累啊 對 就會嘟咕喔 對 我這台車有Level 2 真的喔 為什麼你們都要一直強調Level 2這個 Level 2其實它就是在我們開車的時候呢 多一個人在幫你啊 嗯 有一個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 像Level 1的話呢 它的控制呢 就是它的介入跟保護你的控制機制就是縱向 縱向你就覺得聽起來好複雜喔 其實超簡單 就是你踩油門是不是縱向 對 你踩煞車是不是縱向 對 那就是Level 1可以幫助到你的地方 就是縱向的控制 Level 2就是 剛剛我們說縱向都有 那同時還有橫向 車子什麼東西是橫向 好簡單喔 不要想複雜 就是我手不是橫向 在操控我的方向盤 嗯 所以我的車呢 如果是Level 2的話呢 它可以有縱向的控制跟橫向的控制 它就會幫助到 幫你拉回來是不是 對 喔 你好會解力粉身喔 對啊 縱向啊 真的很優秀耶 它就是Level 2的介入呢 就會有所謂的車道置中 嗯 如果它可以幫你拉回來的話 像我們這種優雅路線的女生啊 就會很輕鬆啊 因為高速路段啊 它就會Always在對的路線裡面 你不會在那裡 有時候偏左偏右打乒乓球 跟車你應該有在用吧 有的時候 對 ACC齁 主動車距控制巡航系統 它很方便 尤其是有時候開太遠了 前車好好開 我就跟著你 大家都好好的 那它的ACC是全速域的喔 全速域很方便啊 就是車速0到150公里以下的時候 都可以作動 設定的話就是稍微有點動力吧 30到150公里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按上面喔 都在方向盤上面按一下就作動 然後它的LK 車道置中輔助啊 就是我們在高速公路的時候 有沒有它就幫我置中啊 所以它實現虛線判斷的是挺好的 如果有時候你在市區跑跑跑的話 它有那個交通融色的輔助系統 走走停停啊 說那麼多啊 等一下我們要去買東西 也要讓你好好的試一下 換你帶我去玩 好 我們換手啦 前面有咖啡廳喔 那我們這邊有停車位 來 先停 我倒車秀一下 好秀一下秀一下 後方左側有來自我 而且它很清脆耶 你後方大概五公尺的距離 倒車的時候就會更安心 停好車啦 咖啡廳 我們要下車買咖啡廳 準備下車啊 看你也有警示耶 後面有警示 你剛剛還好沒有直接打開 下一個人喔 來 買咖啡 來 拿一個來咖啡 我跟你講喔 等一下我們要去載我同事 你要去準備 好 他們非常地吵 好 去接他們 你有沒有覺得剛很神奇耶 我們停車換手 我只是停在旁邊 然後有車靠近啊 它的後方車流就給我提示 而且那個彩色的好好看喔 它嗶嗶 然後如果說我們是要開門下車的話 它也有後方的車流警示跟那個車側的DOW的警示 如果我已經開了車門還沒推出去 然後發現有車子靠近大概30公尺的時候呢 它就會給你警示音 然後它同時閃LED LED是告訴畫面有人要開門的 千萬不要打到它對不對 然後那個聲音是告訴我們說 有人靠近了千萬不要把門推開 這個真的不只顧自己也顧別人 安全性很高 怎麼樣 你現在終於找到你露營的真命天車了嗎 我覺得可以耶 而且它方向門真的好輕喔 很棒啊很輕鬆的 然後加速的你看看 很有感耶就是馬上就往前衝 沒有跟你拖泥帶水 1.5的渦輪增壓引擎 就不是很大顆 可是它炸出了172匹馬力 這個到底是怎麼搭配的這麼好 我覺得好像就是開一般的小教 或者是休旅那種感覺 就很舒服 對 它是教室裡面 所以你會覺得 欸我就開一般車啊 而且我這個啊還可以 直接無線Apple CarPlay 或你接線的Android Auto都可以 所以我可以直接設導航 今天既然要彌補上次沒帶你出去玩 當然就是要讓你真的實驗實測到 所有你露營要用到的 我們現在後箱已經放滿你的東西了啦 但是人還沒有坐滿 好 順便要去接人是不是 對 哇 哎呀我們為了喔 讓你真的感受一下 在滿閨蜜的感覺 你看來說 全車滿滿 請問一下後座的朋友們 坐得舒不舒服 對我們兩個來說 膝蓋空間這次 兩個的全頭左右吧 那是你耶 等一下 可惡我要往後 我往後 我往後 沒有你腳比較長 我這一個我這一個 你真的很假 你那麼遠 不好意思我們很吵啊 我的路有眼神死了 我已經推到我的最後啦 我覺得我真的腳都可以翹上來 真的很誇張耶 真的很誇張耶 前面可以做日光月了真的 真的 講話都有回音啦 哪有這種誇張 它海綿其實真的很厚 不管是靠背的 還是屁股下面做的其實很厚 而且可能女生比較矮一點 我覺得它頭部空間很高 所以我會覺得 超遠 對然後你不會覺得壓迫感很重 你看它後面很寬啊 拜託全部的東西都塞進去好不好 一定要的啦 載滿 滿車的人 滿車的物 那你開起來耶 它有變弱嗎 沒有耶 還很輕鬆嗎 我剛好吹油門就這樣 馬上來啊 好到底啦 你右腳下去它就知道 是做命 然後就做到 其實很及時對不對 欸後面有沒有側傾啊 說完全沒有 我覺得就有點太誇張 可是還是微微 畢竟它真的比較高 但是它的椅子坐得很好 它坐起來是舒服的 因為它椅子都把這些都吸收掉 而且我覺得東西載滿的時候 它其實更穩定 哇這車真的獨樂樂不如種樂樂耶 對 這車真的適合教很多朋友載滿它耶 但是現在讓你體驗的是它的跟車了 偵測好快喔 欸你抓到了耶 對啊 然後我腳就可以放開了 對 你真的就讓它開了耶 對 RES跟下面的set都可以按 喔它放下板它會自己 它是 Label 2 喔你剛才講那個什麼橫向那個嗎 對 它就幫你橫向你看 對 但是我跟你講 姐要提醒 你手離開太久 它會嗶嗶叫 對 但是你離開它有給你警示啊跟提醒 你看 前面有車進來 它真的 它有聲音耶 但它們的解除也很簡單啦 像那一鍵啟動你再按一下 它就是一鍵取消 然後中間的那個地方啊 你RES跟set你要設速度的話 你按中間的cancel它也會取消 就是簡單到你只要看得懂字啊 看得懂圖案 你就會操作了 然後下面那個我很喜歡 那個箭頭往上 箭頭往下 它是快捷鍵的設定 就是你才按進去啊 由那一鍵啟動它有三個功能 就是你按下去那三個都一起啟動 欸 它警示喔 壓線啦 這台車真的 好小心在保護我們 真的耶 還有一個很棒的事情就是 藍尼那個講話的嘴巴都會按下去 帶我去過嶺森林公園 正在取得到過嶺森林公園的路線 按一下喔 我這台車可以直接再有USB 沒到夏天我要去海邊 去海邊 海邊 欸我走音 漂亮高雄妹 高雄妹 高雄妹 好咧 好抵達 可以下車囉 拿手車到囉 右邊小心喔 來把東西拿出來了 裝潢我們的豪宅了 露營啊如果要車速不是只能用露營車對不對 一台適合你尺寸的車很好你很開心 我叫你帶氣墊床你給我帶一個雙人床 你想跟我一起滾床對不對 對啊 但是我剛剛很訝異耶 雙人床進到Zinger 對我把第二排往前啊其實那還可以喔 有時候我們不一定買露營車 但是車子在住的時候還是可以很舒服的 原因就是我們找一些比較好的裝備 小小的點綴一些道具 你就覺得哇車速真的非常的有氣氛 我們現在客廳已經佈置好 廚房已經佈置好對 我們要佈置我們的豪宅囉 透過一些簡單的點綴啊 你看不要放太整齊故意橫的 然後讓它有點不對稱 欸我覺得你那個雙人氣墊床真的蠻有意思的耶 雖然它是蠻寬的 可是Zinger真的寬度還蠻大的 所以好像還可以 對 乾杯 當我們現在是傍晚 然後微風這樣吹過來 越來越舒服了 我覺得真的很輕鬆耶 露營這樣子 像你每次都搭帳篷啊 很麻煩對不對 對 我們徹底的實踐 不是台庫自由 對 是車速的自由 走到哪 隧道哪 我這個車啊 其實如果你停到定點啊 你的冷氣繼續送 它第二排 它有出風口耶 那你今天開的感覺咧 裝滿了裝備 還有載滿了朋友們 載油們的感覺 不會說很緊 就是覺得好像人車合一那種感覺 就是很順 加速也都有 對 跟以往在開的時候 感覺差很多 它又可以兼顧家庭 又可以兼顧工作 又可以出去玩 那真的很方便啊 以前不敢買裝備 是因為房子貴啊 你不可能把房間 拿來囤你的東西 現在車子已經買好了 就囤在車上 套路的東西都很多 所以這台車真的是蠻推薦的 像剛剛我們椅子 第一第二排都向後躺 你覺得躺上去還OK嗎 可以 聊天可以讓它有點癢 那還OK 然後這個要拍網美照 或著你有沒有在練瑜伽啊 沒有 來 你有在練嗎 現在還是可以啊 來了 來 弼職 找這個鼓勵鼓勵 嘿嘿嘿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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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哇 屁股 哇 公圈比較大耶 妳要不要把腳拋起來 不行 她真的可以在那邊練瑜伽耶 甚至她可以坐著在裡面 就是空中腳踏車耶 女生真的可以 因為她的高度太高了 可力耶 所以我們不只露營啊 一直吃東西會變胖 我們還可以在這邊運動 真的真的 然後晚上可以用它睡覺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你今天開的感覺也是覺得沒什麼負擔對不對 沒什麼負擔 它會說後車有輔助 然後或者是我要下車的時候 開的車門旁邊有車它也會有警示 安全度真的上升很多 剛剛還帶你們啊 就是利用吃東西的過程 準備食材的過程看了一下引擎室啊 它的雷啊這樣喔 1.5升 但不可思議炸出172匹的馬力 26.4公斤免流力 它的動力源源不絕 然後你坐後面有運車嗎 我覺得坐第二排是因為它的那個椅子啊 不管是坐的地方 或者是背靠的地方 厚度真的非常厚 所以雖然我們坐第二排 那因為車子有一點高 所以你可能會晃 但你不會覺得顛得很不舒服 那有時候不是為了你坐 有時候真的我是載東西啊 你那個浪板什麼 我就可以把單獨的一個椅子 對 那那邊就可以運用了 我覺得以前人家都說Zinger啊 是可以幫你陪你生活 然後陪你一起工作一台車 但是新世代Zinger 讓你覺得多了一個生活玩家的身份 過去的優點都有 但是現在呢 真的陪你玩透透 那我們就到處玩樂 到處解鎖 那我剛剛覺得像是 我們有時候用到FCM 有時候我們 車子有人逼得很近啊 或前車離很近啊 前後都會有一些警示跟提示 還有它的盲點偵測 五合一很方便哦 就是你下車它就咚咚咚 有人 因為你那門一開 提示印出來 你就會收手一下 那就安全很多 然後重點是 五人座 還有六顆氣囊 這些都是在安全上很加分的 雖然可能你在開車的時候 不知道有這些 但是它其實都幫你加上來 最後就是呢 我們這個房間呢 就是隨你個人喜愛 你想當瑜伽房 練功房 或是睡覺 滾床的房間 它都很實用 我們就來好好把它裝潢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 那喜歡我們這次 出來玩樂的影片 幫我們把Support Snow Show找出來 按讚 訂閱 加分享 下次見囉 拜拜